每当我一生病 这五个儿女就商量着如何瓜分财产 这次更过分 就要将我扛上山白了 在他们眼中 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毫无愧疚和不安 可惜老娘 我是穿越来的女强人 空间在手 良田也有 但我如何教训 这群不孝子 我要吃面汤 有油盐的那种 娘 你疯了吗 家里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吗 说话的正是原主的大儿子刘大郎 他一场暴躁 甚至扬起了拳头 你要死就早点死 别再折腾我们 行吗 刘二郎门言 也直接跪在林九娘踏前 声色泪下 娘 你看你两个儿媳妇 都快要生了 你就放心地走吧 留口吃的 给你即将出生的孙子 其他人也都跟着 哭着跪了下来 求他松口同意 去祭死窑 林九娘瞧着跪了一地的人 再次替原主感到不值 还真是一屋子的白眼狼啊 我一个母胎solo的孤儿 才二十岁 怎么就莫名其妙穿到这里 成了他们的娘了 老天爷 你还真是存心不让我好过 骂错了 好老天 你是亲爹 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 骗到吃的活下去 林九娘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地气鬼神 本者伤心 见者流泪 我 我就想临死前 喝上一碗有油水的面汤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想做个饱死鬼都不行 我怎么养出这样的孩子啊 刘家兄妹还没反应过来 两个媳妇 反而哭得不行 分别摘下自己头上的木钗 让刘二郎去隔壁换碗面汤回来 但没想到 这举动却惹怒了刘大郎 不能换 这木钗好歹还能换两门钱 够老子赌两把了 运气好的话就能翻身做地主 现在要换吃的给这老不死 不是浪费是什么 林九娘怎么笑了笑 没血缘的两个儿媳妇尚且看不下去 他们却如此无动于衷 养条狗都比养他们好 最终刘四郎忍不住了一把 抢过木钗冲了出去 你干什么 快给我拿回来 大哥 你就成全了娘的心愿吧 刘大郎立即凶神恶煞地追了出去 林九娘双眸露出一抹猙獰 刘大郎 等我好了 我要你好看 最后林九娘如愿而尝的 吃上了带油盐的面汤 挤用五分钟就一扫而空 趁现在天色早 您赶紧上山吧 着什么急呀 我想洗干净了 体面点在上山 林九娘见刘大郎又要抱走 立即双眸含泪 开始哭 娘想走的时候干干净净 不可以吗 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们拉扯长大 现在就这么点要求 你们都不满足我 不 给你三分钟 快点洗 林九娘究竟还是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屋外 刘大郎兄妹几个头凑在了一起 各个神色各异 大哥 你有没有觉得娘的精神好了许多 会不会是她的病药好了 刘二郎的话 让刘四郎瞬间激动 娘好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送祭祀姚了 四郎 你别傻了 徐大夫都说娘已经病入膏肓 没几天日子了 现在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一会她洗澡出来 立即送山上去 刘二郎等人沉默了 此时屋内传来了林九娘的声音 我好了 你们进来吧 几人进门后 发现林九娘竟然毫无并色 一脸的端庄 但刘大郎只觉得她是个累赘 恨不得马上丢掉 娘 准备好了吗 可以了 走吧 刘大郎一听 终于愿意上山了 当下一激动 直接背起了林九娘 娘啊 你放心 以后我会多给你烧纸钱 林九娘没兴趣听她说这些废话 生前端一次屎盆 胜过死后烧无数的纸钱 等等 临走前 游村一趟 你还要折腾吗 信不信我现在直接把你摔上去 不管你死活 一人一圈 算还我生养你们一场的恩情 不然我上山了都缠着你们 好 我跑就是 我看你能做妖到什么时候 很快 几人就轮流背着林九娘 往村里跑了一圈 因此不少村民也被吸引了出来 娘 你现在可以安心上山了吧 如果你在说话折腾我们 我现在就拿快步把您的嘴巴堵上 下一刻 林九娘拿出一根鞭子 直接对着刘大郎狠狠地抽去 我从来没打过你们 但今天我破戒了 你这小子 往日最疼你 也最偏心你 你却这么对我 紧接着 林九娘一个也没放过 一个接一个地打 顿时惨叫声四起 刘三妮和刘四郎立马下地跪了下来 就在这时 刘老太走了过来 住手 林九娘 你这个扫把星 竟然敢打我的几个孙子 林九娘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刘老太气急败坏 直接拐杖丢了过去 林九娘 你这个小可爱 居然还敢躲 还把我孙子孙女打得这么惨 老娘打死你 刘老太说着就冲了过来 不料林九娘直接一个过肩摔 让全世界安静了 想让我钻老 那也要看你值不值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要送我去祭死摇 都是你的主意 林九娘见刘家众人都如此狼狈 这才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 刘大郎 看你办的什么事 要是早送他上山 那还有这么多事 此刻刘大郎也愤怒了 他被林九娘给打了 现在又被他奶奶骂 奶奶 要不是你怂恿我们 我们又怎么会被我娘打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们 谁知道他都病成那样了 还能好 奶奶 娘醒了 病好了 不应该是一件洗尸吗 哦 对哦 娘好了 饭有人做了 家务也能做了 还能赚钱给咱们 可我们得罪娘了 娘不要我们了 怎么办呀 他敢 那房子是我们留家的 走 跟我回去找他算账 一切有我呢 我就不信他能翻了天 就在林九娘又想说 我们实时 外的门被敲得震天响 林九娘没有雨 直接开门吐了一口芬芳 正在骂人的老太婆 声音戛然而止 你居然敢朝我喷口水 看我不打死你 看来刚刚的教训还不到位 居然敢找上门来 紧接着林九娘又送给了 刘老太一会负增摔 娘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点 居然这样欺负我奶奶 你 你手里拿的是猪 你把家里的猪杀了 老娘我饿了 难道猪的命比我重要吗 娘 你不懂得尊老爱诱 杀了猪也不给我们做饭吃 你真是太没良心了 并且你现在好了 就应该立刻去干活 还有 赶紧把我奶奶背回去 要是她生病感冒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其他人虽不说话 但也是一脸指责地 瞪着林九娘 都说完了是吗 你们怎么能将这些话 说得这么甜情敌意啊 娘 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在像刚刚那样 发疯折腾我们 我可不会给你养老 直接把你从家里赶出去 听到没有 林九娘听到这话气乐了 看向其他人 你们都是这么想的是吗 娘 自古一来父母都是跟长子生活 大哥不愿意养你 我们也没办法 还有 你想想你做的好事 你逼得大家都没火入 好好 那就去请村长来一趟 老娘要和你们断绝关系 不到半个时辰 村长便赶了过来 九娘 你让人把我请来 有什么事 村长 这个泼妇 扫把兴 他能有什么事 你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他刚刚竟把家里 唯一值钱的小猪打死吃了 而且一口都不给我们 这些老弱又小吃 是啊村长 你说这是人能做得出来的事情吗 二十几斤重的小猪啊 就被他一个人吃光了 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老男就是一口都不给这些白眼狼留 怎么了 怎么了 你 你 九娘的嚣张 气得刘老太心口发疼 想说话 但却被顾长安给拦了下来 九娘 你就算再饿 也不应该吃那小猪 现在小猪被吃了 你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村长 你还真说对了 这日子就还真不过了 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问问 我要和他们断绝关系 你看看要怎么做 九娘 你是不是病还没好 怎么说起胡话来了 哪有做娘的 不要自己孩子的 还有 你向来不是罪护着他们几个吗 今天怎么 村长 你也少给我废话 你只要告诉我 怎么做就行 怎么 这天底下就允许这些不孝子一气亲娘 就不允许亲娘不要他们 这一反问 让顾长安这个老村长都给愣住 他当了八十八年的村长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林九娘 你这个泼妇 臊靶兴 你想分家事吧 我同意了 滚 你给我滚出刘家 哈哈 老太婆 谁跟你说我要分家 老娘我是要修复 听清楚了没有 九娘啊 这个你得想清楚 开步的玩笑 我没开玩笑 他儿子出征十年 音讯全无 每个月的军饷都被这老太婆拿着 老娘我心都没闻一下 却得给他守活寡 拉扯这些白眼狼长大 到头来他们怎么被我的 今天 不管怎么说 这副我修定了 还有这些白眼狼 老娘也敢定了 想让我林九娘 辛辛苦苦替别人养娃 想都不要想 更何况还是一群白眼狼 我恨不得一手一个弄死算了 林九娘 就你这样的小可爱 你还想修我儿子 我告诉你 只有我儿子修了你的份 今日我就替我儿子修了你 你现在从我留家滚出去 娘 你是疯了吗 你闹什么呢 你是想让你儿子们 抬不起头来做人吗 就是你非要把家给拆散了 你就开心了 是不是 刘三你等人也纷纷开口 指责林九娘自私自利 一时之间院子里吵闹成了菜市场 吵够了吗 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老娘面前大呼小叫 再说一句 我弄死一个是一个 老太婆 还有你再骂我一句试试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就你那儿子 十年不曾为这个家做出过任何贡献 老娘就能修了他 谁敢在老娘面前放个屁 老娘让他头顶开花 不信 可以来试试 刘老太听到后 双腿一蹬 两眼一翻 活生生的气晕过去 哼 九娘 你做的太过分了 我还可以更过分 你相信吗 下一刻 林九娘拿出一双筷子 向刘老太一戳 痛得尖叫起来 从地上跳起 疯狂的大喊大叫 村长 你看 这不是没死吗 精神的很 这恶妇必须修 我要替我儿子修了他 他犯了七出 终不孝顺父母 奶 她是我娘 修了的话 外人怎么看我们 还有家里的活 又谁来干 大郎 要这样的娘有什么用 你忘了她刚刚还打你了吗 听奶奶的话 修了这个恶妇 以后奶奶管你们 给你们找个好婆家 娶漂亮的媳妇 哇 好了 都先别说了 听我说两句 刘老太 九娘 如果你们真要分家 那也必须等青山回来再定夺 好 等就等 但村长你得做主 刘青山的军饷这么多年 是不是该交给我了 你也知道 我一个女人带五个孩子养家 是很辛苦的 若是不交给我 我便自己去见刘青山 但是这万一要是影响到 他试图什么的 那就不关我事哦 刘老太一听 林九娘居然想要跟他抢儿子的军饷 当场直接气炸 村长 儿媳妇不孝 儿子又不在家 我这个做娘的替儿子修了他 刘老太 你确定吗 这种事可开步的玩笑 我确定以及肯定 现在他就可以滚了 修书我明天让人送到他娘家 老太婆 你让谁滚呢 现在老娘不愿意了 我要继续跟你做家人 继续添堵把你气死了之后 我就可以继承刘家的一切 这样不香吗 这个老太婆趁儿子不在 直接吵闹着要替儿子修妻 起料儿媳非但不拒 还笑着 称要气死这个老太婆 继承刘家 最终 老太婆同意把房子留杆席 才成功拿到了修书 九娘望着新鲜出炉的凭证 满脸的笑意 从今天开始 你不是我娘 我没你这样的娘 就是 谁家的娘会抛弃自己的儿女 林九娘 你估计是安乐村第一人 刘老太说完 便带着孙子孙女们 朝二叔家走去 一下多了七口人 其中两个还是孕妇 刘青和夫妻 这两人估计要气疯 呵呵 不出十天 你们就要哭着嚎着要回来 不过到时候我可不会让你们进家门 奶奶 早就听说二叔家隔三差五的就能吃上肉 现在总算是住进来了 我今晚住哪个房间呢 我觉得刘军的房间就很不错 奶奶 我也想睡刘平的房间 你让他去跟你睡 刘青和夫妻脸听到这话 差点被气得吐血 你们想都不要想 滚回去跟你那个下堂夫的娘 就是 一来就想抢我儿女的房间 都给我滚回去 老二媳妇 你给我闭坑 轮到你说话了吗 老东西 你才要闭嘴 你把他们接来 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本来养你一个就已经够吃力 你还把他们弄来 门都没有 二婶 这是我奶奶的家 她想让谁住就让谁住 还有这房子怎么建起来的 你心中就没点数吗 你一个赌棍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瞎嚷嚷 怎么建起来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滚开 我家不欢迎你吗 休想白吃白喝 刘老太听两人开始剧烈的争吵起来 脑瓜子都疼了 够了 有什么好吵的 老二媳妇 大郎他们把家里的田地和粮食都带过来了 他们自己有手有脚 不吃你的 李秀军听到他们把家里的田地都要了过来 输了一口气 原来带了吃的和田地过来啊 怎么不早说 可是我们家也不够住啊 把隔壁老房子的那两间房修一下不就行了 大郎他们几兄弟先去住 三爷他们暂时跟我先住着 那他们家欠下的钱呢 那二妇承担了 老二趁现在还没晚 你先带他们去收拾屋子 今晚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 明天再好好休憩 此话一出 还没等刘清禾回答 刘大郎几兄妹黑着脸 一副不满的样子 奶奶你让我们住那瓦片都差不多掉光的房子 那还能住人吗 这一场大雨来 墙就要倒塌了 奶奶你骗人 你明明说我们是来吃香喝辣享福的 现在分明就是来受罪 我不要跟你一起睡 你身上臭 都炒够了没有 再炒都给我滚出去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还挑一个个给我闭坑 另一边林九娘自然不知道二叔家的这些事 他刚将自家厨房收拾安静 就看到刘四郎在院子里扫地 你在干嘛 咱们可是断绝了关系 说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 你还不马落地滚去你的新家 在这里碍我的眼 小心我收拾你 娘 你永远是我娘 我不跟他们走 我只跟你 四郎说完之后 低着头继续打扫 林九娘当然也不介意多一个劳动力 既然这么喜欢干活 等会儿把房子都给我打扫干净了 四郎听到后 开心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九娘便拿了篮子 往山上走去 刘大郎他们把家里的所有粮食都给带走了 穿越小说里都说 女主在山上能找到吃的 所以 我也来碰碰运气 可林九娘在山上转用了半天 啥都没看到 就连野菜也早就被人摘了 果然穿越小说都是骗人的 谁说有座山就饿不死 上个山就能遇到自动送上门来的野味 最后林九娘只能失望地离开 刚到村口就遭到了村里那些长舌妇的调侃 林九娘 你说你也真是够可怜的 被婆婆以不孝为由休了不说 就连你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也不要你 就是 被修了还抢刘家的房子 不给自己的儿女住 真不要脸 林九娘听着他们的嘲讽 悄悄地从地上捡起了一颗小石子 你们说的都对 女人嘛 就应该以夫为天 夫死从子 我这样对我儿女们实在是太没人性了 知道就好 所以 你能帮我送点东西给他们吗 我想跟他们道歉 像你这么好 这么关心相邻的人 应该不会拒绝的吧 李大嘴整个人都被吹捧得飘了起来 可谁知下一秒 李大嘴一头朝地上栽去 而他嘴巴刚好跟地上的狗屎 来了个亲密的接触 李大嘴 你竟然还有只爱好 怪不得你嘴巴这么臭 原来你是痴响长大的 臭死人了 林九娘 我要剁了你 说完 李大嘴就朝着九娘冲了过去 九娘也不惯着他 直接给他一个过肩摔 你们这些长蛇妇 给我听好了 不是那些白眼狼不要我 而是老娘我不要那些白眼狼 以后 谁再敢惹我 下场就跟李大嘴一样 林九娘说完就走 也不管他们的反应 待他到家之后 竟发现 家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刘四郎还拿出两条地瓜 娘 这地瓜你吃吧 我刚刚已经吃过了 臭小子 这是你去哪弄来的地瓜 是不是偷的 不是 我没有 刘四郎说完 脸上露出一丝委屈的神情 然后急匆匆地朝外走去 他这是生气了 哼的 老娘我才不惯着你 爱杂杂地 大哥 你去镇上不是去买肉吗 肉呢 你不会又拿去赌了吧 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那不是见钱有些少 想搏几把 赢了 大家吃肉吃到爽吗 但结果你输了 最后连五文钱都输美了 不过一顿肉而已 至于吗 我告诉你 要是我翻本赢了的话 哼 我给你们盖青砖瓦片房 你还在这白日做梦 你要是有这个发财命 你早发了 大哥 我博书了 经常这样 这个我有经验 没理由啊 四郎昨晚还拿了两个小地瓜 说要烤了吃 那他肯定是把自己的口粮 偷偷拿给那饿父了 活该把自己给饿晕 该死的 都断绝了关系 还来占我家便宜 看我怎么找他算账 刘大郎说完 也不管二郎的劝阻 直冲冲地朝林九娘家冲去 一到门口 就开始剧烈地拍门 林九娘 你赶紧滚出来 说了断绝关系 你又怂恿四郎 把吃的给你算什么 不管如何叫唤 林九娘也没开门 反而把村民都引了过来 刘大郎气急败坏 只剩一脚踹开了大门 发现桌上还有一个 没有吃完的地瓜 各位乡亲父老 你们看看他是怎么做娘的 竟抢自己儿子的口粮 害得自己儿子握晕了过去 这林九娘真狠心啊 这样的人 我们一定要把他赶出安乐村 来人啊 又强倒 强倒进村了 林九娘 你发什么疯 这就是你不对了 昨天明明已经分家了 现在你又拿他们的粮食 你当我这个村长不存在吗 哈哈 我只知道我从山上找吃的回来 远远就看到我家大门被人踹烂了 而且他们还来我家翻乡倒柜的 你说他们不是强倒是什么 九娘 大家相比相亲这么多年 你怎么可能不认识他们呢 咱们能说是强倒 怎么 村长是想包庇他们 我无所谓的 我可以多走点路 请县令主持个公道便是 刘大郎听到后 被吓得浑身颤抖 此时刘老太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你这个可恶的人 抢走了我孙子的食物 导致他晕倒 大老来找你理论 这有什么不妥 昨晚我吃的地瓜汤 居然是刘四郎那傻子的口粮 林九娘 你这个该挨杀千刀的心肠怎么这么狠毒 那地瓜是四郎一天的口粮 你怎么不干脆把它给吃了算了 话音刚落 刘四郎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苍白的脸上全是冷汗 奶奶 大哥 跟我娘没关系 你们别骂他了 是我自己留给我娘吃的 刘老太愤怒极了 反手就给四郎一巴掌 刘四郎你这个该死的白眼狼 家里都不够粮食吃 你竟然拿给了这个恶妇 怎么不把你给饿死算了 奶 她是我娘 她可以不要我 但我不能不认她 啊 此话一出 林九娘愣住了 但刘老太一脸的扭曲地咆哮了起来 刘四郎你给我住口 你要是认她这个娘 你就不是我刘家的人 以后我刘家有什么都不会分给你 我不能不认她 不然就是不孝 好你个刘四郎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我刘家人 大郎 我们走 等等 砸了我家的大门 还把我家弄得乱糟糟 就想一走了之 问过我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 我林九娘就放话在这 你们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交代 我就有胆子上你们家 把你们家给砸了 林九娘的凶悍 吓到了一大堆人 最后在村长的周旋下 刘大郎则赔了大门的钱 不过这钱是刘老太涛的 带所有人走后 林九娘这才看向被抛弃的刘四郎 他们不要你了 你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 这老四看来不坏 好歹还知道尊老爱幼 把自己的口粮给我吃 给你介绍个火 干不干 只要能跟着娘 我就愿意干 紧接着林九娘就带着四郎来到了后山 娘 前面就是大青山 但是进山 不能靠近 怂货 你去找点柴火 在这里烧个火堆等我 我自己先进去 娘 真的不能进去 进去了山神会发怒的 你想被饿死我不管 但不能害我被饿死 原来林九娘在刘大郎找上门之前 就已经去了那无人赶进的大山 刚进去 就发现一头大野猪朝它横冲直撞 最后在逃命的过程中 不慎摔下山 撞到一颗大石头 醒来时 就发现自己意外获得了个空间 而且空间里有凉田三千亩 哈哈 没想要野猪摔死了我没死 这石头里面既然内脏玄机 很快 林九娘带着四郎来到了藏野猪的山洞 娘 这野猪是你打死的吗 不是我 难道还是你吗 赶紧去拿刀来杀猪 我现在饿得发慌 要吃肉 我 我不会 我有点怕 刘四郎 我真后悔刘你下来了 啥也不是 第二天清晨 刘青和家里吵翻了天 并且李秀娟还打了刘三妮一巴掌 吃吃吃 就知道吃 你不知道那是给我儿子刘君留的吗 你竟抢他中午的口粮 信不信我抽死你 这些都是从我家里拿过来的口粮 凭什么我们不能吃 还有 你居然敢打我 奶奶 你看那泼妇不给我吃的 你已经吃过一个了 给一个刘君吃怎么了 饿不死就行了 怎么的你还想吃到饱啊 就是一个赔钱货 也想吃这么多 赶紧给我干活去 把猪犬给我打扫干净 然后再去割猪草回来喂猪 还有告诉刘五妮 去把全家人的衣服都给我洗了 洗不完你们今晚就别想有饭吃 凭什么 你把活都让我们姐妹干了 那刘萍他们做什么 他们当然是交养起来啊 要是我家刘君能考到功名 刘萍就是关老爷的亲妹妹 至于你们 要是不干活 就别想吃饭 我家不养闲人 奶奶 你骗我们 你明明说我们来是过好日子的 我在家从来都不用干这些脏活累活 李秀娟气得直接又是一巴掌 甩到刘萍妮脸上 你又打我 我娘都没打过我 就在这时 刘大郎和刘二郎走了过来 大哥 二哥 你们来得正好 这个泼妇刚刚打我 你们快帮我 萍妮 你怎么回事 二婶打你也是因为你不对 要你干活你就干 这么多意见做什么 大哥 你就不问二婶为什么打我吗 刘大郎不听刘三妮的解释 而是静止地走到刘老太身边 在他耳旁低声说了几句 刘老太听到后血压瞬间飙到888 走 我们现在赶紧过去 刘老太等人赶到林九娘家时 发现刘四郎正在清理一个野猪头 刘大郎看到后心洗极了 一手提起猪头就想走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四郎啊 不错 知道留个猪头给大哥吃 好样的 这猪头不是给你们的 是娘要留着自己吃的 你们不能拿走 娘会生气的 行了 你们跟四郎莫记个啥 自家兄弟 吃他一个猪头怎么了 不行啊 娘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管他呢 老太婆我的脾气 他也不是不知道 我们走 回去吃猪头 家里发生的这一切 林九娘并不知道 她一大清早就带着剩下的野猪肉 来到镇上的酒楼 长贵的 要野猪肉嘛 新鲜的 要的 看你这猪肉也挺新鲜 我给你算十文一斤 你觉得怎么样 外面的猪肉卖八文一斤 对方给的价格也算是比较公道了 好的 成交 最终野猪卖了一两多的银子 九娘直接买了十斤普通大米 和一些古种种在空间 四郎 怎么还没煮好饭 话音刚落 刘四郎就红着双眸跪了下去 娘 对不起 猪头被大哥他们抢走了 什么 敢抢我的肉 问过我意见了吗 随后 林九娘拿了一根木棍 杀气腾腾的冲向刘青和家 郎 这猪头等一下你喝点汤就可以了 骨头和肉就给刘军和刘五他们兄弟吃 他们读书费脑子 需要好好补补 奶奶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跟老二去拿来的猪头 你一口肉都不给我们吃 就全留给刘军他们吃 这样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对 凭杀刘军他们吃肉 我们只能喝一口汤 我也不干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们好吗 现在咱们全家缩衣结石把刘军和刘五攻出来 他们考取了功名 难道会忘了你们这些兄弟的功劳 对对对 所以你们要想以后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就要帮忙一起把他们攻出来 好吃好喝的都让着他们 懂吗 我不懂 他们考不考取功名 关我屁事 我只想吃肉 大郎 你这个目光短浅的东西 你怎么就说不清呢 他们有了功名 还不是你占便宜 你怎么不说村里留秀才 考了一辈子 现在六十多了 还是个秀才 就刘军兄弟胖得跟头猪似的 自写得像鸡爪似的 也想中举 想笑掉别人的大牙 刘大郎 你胡说八道什么 就在他们互相争执的时候 林九娘刚好来到门口 这么好玩的事情 我不凑一下热闹 怎么对得起自己 下一刻林九娘笑了一声 冲上前一包砍了过去 瞬间把猪头拿到手 我得谢谢你们 帮我把猪头处理的这么干净 这把毛的功夫不错 谢了 可惜没酬金 怎么 我的前任大嫂 敢来我家抢东西 谁给你那么大的脸 你再说一句试试 到底谁抢谁的 真当我是你捏的 没脾气不成 你以为你挥着一把菜刀 我就怕了你吗 刘清禾 你快给我滚出来 都被人欺负上门了 你还躲在后头做缩头乌龟 你还是不是男人 大嫂 你回去吧 别闹了 确实是我们不对 不应该拿你的猪头 刘清禾 注意说话称呼 别乱叫 都给我让开 我要回去了 我警告你们 下次谁敢再来我家拿东西 我可就不认人了 说完 九娘就提着猪头 大摇大摆地走出门 没有谁赶上前拦她 而李秀娟等人快被气炸了 你们这些扫把星 都给我一起滚 听到没有 李秀娟 你什么意思 怎么 要赶我出家门 你疯了吗 你赶娘走 当初大哥替我去当兵的时候 我可是立下了戏约 伺候娘终了 你忘了吗 你娘可以不走 但刘大郎他们必须给我从家里滚出去 我不允许他们再住在这里 李秀娟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走 你在那么屌 我立即代替清禾修了你 听到没有 你别逼我 把我逼狠了 我也一样什么都干得出来 你 你们两夫妻跟我进屋 而另一边 九娘也没有闲着 回到家立刻把猪头给卤了 然后火速来到了之前卖猪肉的酒馆 林娘子 你来是有事吗 我是来卖配方的 你眼前这个卤猪头就是我刚做的 你尝尝看好不好吃 张宝成也不墨迹 直接家里一块放入嘴里 那口感和香味立即把它给征服 林娘子 这道菜的秘方我要了 你开个家 我要的不多 就是两银子 你这是柿子大开口 一个配方 吃不了这个家 谁告诉你是一个配方的做法而已 我这道秘方不但可以卤猪头皮 卤鸡卤鸭也皆可以 可卤尽天下食用之肉 食两还是你赚了 哦 此话当着 九娘我从不吹牛 食两无二嫁 你怀疑 我不勉强 我只卖食货之人 好我要了 第二天 九娘再次带着四郎来到大青山 娘 我们又要去大青山吗 里面真的很可怕 上次是侥幸 这次我们还是不要进去吧 害怕就别跟着我 那你就等着被饿死吧 你忘了前天的野猪吗 还有大青山有那么多其他的野兽 六四郎 我不喜欢有人质疑我 知道吗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想不劳而获 不可能 我就问你一句 大青山虽危险 但去一趟能让你吃饱饭 你去还是不去 去 我去 娘 以后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不会再怀疑你的话 记得你自己说了话 再有下次 自己滚出去 六四郎 我可不会跟你开玩笑 懦弱 胆小 没自己立场的人 活该穷一辈子 进入到大青山深处 林九娘明白她被进的原因 并非传说中的山神 而是地势的险峻 路越走越难 直至似乎无路可行 娘 这里除了一些蘑菇 木耳之外 就没有其他东西 我们进来是要打野物吗 不要说话 屏住呼吸 先躲起来 就在此时 一声怒吼声 一只豹子跑了出来 娘 惨了 这下课怎么办啊 林九娘眼神坚定 没有理会刘四郎 拿出一把刀 快速地朝豹子扑去 一刀毙命 娘 你太识心了 别废话 收拾好东西 立即离开这里 现在危险解除了 为什么还要离开 刚刚不是说天色太晚 乱走的话 很容易在森林里迷路吗 而且这个位置也适合扎营 黑夜里血腥味道会变得更浓 动物的嗅觉都是很灵敏的 怕是现在已经大批野兽正朝这边来 你不走 就等着给野兽夹菜 走走走 那我们快回去吧 真行 娘 舞妮出事了 她被二婶推倒 摔破了头 整个人都昏迷了过去 而且头上的鞋指都直不住 然后呢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娘 你以前不是很疼舞妮吗 你忘了 你们和我可是断绝了关系的 所以 她是死是活 都跟我没关系 刘四郎听到后 脸色发白 身体颤颤抖抖 还有 你是她亲哥 她被人弄伤了 你怎么不敢去帮她出气 娘 那可是二叔二婶 我的亲人啊 哈哈哈哈 刘四郎 左右逢元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不想得罪他们 也不想得罪我 你觉得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 我 我 我什么我 还不赶快过去 说不定你三姐等下也被揍晕了 李秀娟 我告诉你 我您没事就好好的 要是有事的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李秀娟 这次彻底爆发了 争鸣着脸 刘三聂 你这个小贼蹄子 吃我的喝我的 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信不信我把你也揍一顿 来呀 事实 真以为我怕你吗 你要是敢动我一下 我绝对跟你拼命 还有 我们吃的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粮食 吃吃你的了 反而是你们一家子 都在吃我家的粮食 够了 别吵了 一个受伤了还不够 还想再来几个是吗 要是这样的话 你们继续打 一边打去 我不拦着你们 说完 刘二郎就抱着舞妮 你往刘老太房间里走去 但却被刘老太拦了下来 你不能把他背到我房间 晦气 奶奶 你胡说什么 舞妮之前和你睡 你不让他在你房间养病 那你让我背他去哪 我不管 总之不能去我的房间 你忘了黄大夫说的吗 他有可能会死 我怕他把我也一起带走了 奶 你这是什么话 舞妮伤成这样 你不让他进屋去休养 你这不是要害死他吗 刘三妮 谁准你这样跟我说话的 没大没小 舞妮要是因为这个死了 是他命贱 怪不了谁 况且家里就这么点大 房间是没有了 就在大门那里搭两块板 让他休养好了 舞妮 你真可怜 都怪姐姐没本事 不然我就让奶奶在门口 搭两块板睡地上 刘三妮 你说什么胡话 现在只是暂时的 等他死不了 我自然会让他回房间睡 刘三妮眼神憎恨的看着他们 这几天 他算是尝够了人情冷暖 这时刘四郎走了过来 刘四郎 我家不欢迎你 给我滚出去 你以为我想来啊 我是看不惯你欺负我妹 今天我是来报仇的 紧接着 四郎冲上前和李秀娟交流了几分钟 疼得他双眸冒眼泪 刘青禾 你是不是男人 你媳妇都被欺负成这样 你居然就在旁边看着 这时刘青禾才反应过来 立刻上前对着四郎一顿输出 到最后 四郎被刘青禾扔出了门外 小子 我媳妇我都舍不得打 给我滚开 我这无能 真是个窝囊废 娘 求你舅舅三姐和五妮 他们被打得好惨 特别是五妮 到现在都还没醒过来 你这伤是不是刘家人揍的 敢揍你 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这口气我可不会吞下去 走 我带你去刘家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九娘的性格就是这样 她自己的人 她打她骂就可以 但别人休想碰一下 很快 带着四郎再次来到了刘青禾家门口 娘 要不我去敲门 敲个锤子的门 直接用脚就行 对这些人就是要比他们狠 比他们牛 说完 九娘一飞冲天 直接把门都踹飞了出去 进去后 一眼就看到 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舞妮 以及被罚贵的刘三妮 九娘看到后 怒火中烧 直接拿出扫把 朝着刘家 活死三人招呼去 妈呀 这下惨了 林九娘 你无缘无故就踹了我家的大门 还打我们 这是我一定要告诉村长 让村长赶你离开这里 我的人 我怎么打 怎么奏施我的事 而你们打四郎 问我意见了吗 打他 就等于是在打我的脸 打我脸者 我岂能不打回去 刘四郎瞧着自警阳大杀四方的样子 暗爽的不要不要的 但看到自警阳要走时 连忙追了上去 娘 你走了那三姐和舞妮 她们怎么办 她们与我合关 怎么 你以为我是来为她们出气 或者是要接她们走 可是三姐和舞妮继续留在这 肯定会被欺负的很惨 特别是你刚才打了她们 你走后 奶奶她们肯定会把欺辱在三姐身上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 这是她们自己选择的路 关我什么事 你要是心疼 你可以留下来保护她们 反正跟我没关系 还有我告诉你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都是自己争取的 而不是依靠别人 正所谓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人能靠的只有自己 都是让别人怕了自己 刘四郎有些难过 他不明白九娘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冷漠 三姐 舞妮 对不起 刘舞妮还没醒 黄大夫说她要是今晚不醒 可能就醒不来了 现在都深夜了 你们说她还没动静 怎么办才好 你说已 那死丫头没人你 你推她做什么 呀 这也不能怪我 我怎么知道她这么不精大 好了 现在不是争论对错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刘舞妮怎么处理 这话一出 刘青和夫妻两人都安静了下来 谁也没说话 说话呀 有什么想法 刘舞妮到底能不能熬过今晚 要是熬不过的话 她该送哪里去就送哪里去 别脏了家里的地 那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们送她到山上去吧 又何不可 反正就是一个贱丫头 不值钱的东西 再说了她要是死在家里 多晦气 趁她还没死赶紧弄出去 我看她是熬不过今晚了 就算醒了 万一傻了 活着也不过是浪费家里的粮食 刘青和夫妻两人面面相去 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 虽然嘴上说话狠 但真的做起来也胆小如鼠 要不等到天亮先 说不定天亮了 她睡够了就醒了 刘青和 你说的什么混话 她要是能醒的话 早就醒了 哪用等到现在 为了避免麻烦 你们上山之后 她要是还有呼吸 你就亲自动手 这话把刘青和下尿了 她虽浑 但这种事情她是万万做不到 眼神转的转瞬间 有了主意 低头跟自己老娘和媳妇 嘀咕了几句 你们说这样是不是一句两得 这样也可以 我们既不用做这个恶人 也能恶心到那恶父 再好不过 那刘三妮现在也是一根脚屎棍 留她在家里 就是个祸害 你看 今天都敢顶嘴了 不打发走 迟早有一天能把我们给气死 说吧 你有什么想法 刘三妮再过两月 就满十五了 可以给她说个婆家了 这样还能摆得一笔彩礼 何乐而不为 这个主意好 反正是那小可爱的孩子 咱们有钱赚就可以了 另一边 九娘刚刚睡着 大门就被人重重的拍响 谁啊 大半夜吵死人 用任何声音回复九娘 屋外大门再次被重重的拍响 娘 不管你是谁 老娘我出去 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 我铁定把你腿打折了 娘 五妮怎么会在这 是你把她抱过来的吗 林九娘双脓咪了起来 她大概想明白了 他们不想留五妮死在家里 所以就把人送到自己这里来了 不救的话 看着五妮出事 这心底却又很不舒服 并且心底有一股声音在呐喊 救她 要救她 娘 你就救五妮吧 她还小 什么都不懂 我可以每天多干活 只是一顿饭 剩下的给五妮吃 绝对不会多吃粮食的 而且我可以照顾她 一定不会给娘添麻烦的 该死的 我真不想做这个烂好人 但却拧不过心底 那股不属于自己的情感 明知是刘老太他们故意恶心自己 却又不得不咬牙往下跳 六四郎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要是给我添麻烦的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 现在先把她弄进屋吧 好的 娘 回到屋内 林九娘才发现 原来刘五妮发高烧了 所以才导致昏迷不醒 娘 五妮的温度一直降不下来 会不会烧化脑子 孙头那二狗子就是发高烧后 就变成了傻子 不会说话就别乱说 你先给我滚出去 我要帮五妮先擦身子 屋里降温先 好 我立马出去 刘四郎离开后 九娘从空间取出一些草药 并为五妮进行了物理降温 很快体温便逐渐降了下来 第二天 刘三妮匆匆赶来 三姐 你怎么来了 这是五妮的东西 你拿着吧 三姐 五妮已经退烧了 是娘想的办法 只是五妮还没醒 你要不在这里等五妮醒 不了 你好好照顾五妮 让娘小心奶奶他们 说完 刘三妮丢下包裹转身离去 刘四郎没敢把她给留下来 她看得出 三姐想留下来 但没娘同意的话 她不敢 娘 我头疼 刘五妮 你跟我哭疼 有用吗 你信不信 我可以在你的头上 再给你敲一棍 让你直接疼死 娘 对不起 我想回来可以吗 对不起 能当饭吃吗 对不起 有用的话 要羊们做什么 有你脸色一白 无力反驳九娘的话 怎么 当我这是收容所啊 觉得那边过得不好了 就想回来 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等你伤好了 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别妄想我会收留你 你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 我可不是为你们愚蠢行为负责的人 听明白了吗 说完 林九娘便走了出去 只留下兄妹两人陷入了沉默 五妮 别哭了 娘刚刚说的气话而已 等你伤好了 再求求娘 她肯定会让你留下来的 毕竟娘以前那么疼你 四哥 娘真的会原谅我 真的会让我回家吗 四郎看着五妮那充满期待的眼神 心中感到有些不安 却又不忍心让她失望 娘一定会原谅你的 昨晚你被遗弃在大门口 是娘想出了办法帮你退烧 这证明她心里是爱你的 所以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好好养伤 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啊 好的 等五妮睡了之后 刘四郎一出门就看到九娘站在院子里 诚心道歉就行 刘四郎 呵呵 撒谎面不改色 可以啊 娘 我安慰五妮而已 她生病了 我不想再让她更加难受了 下一秒 九娘没说什么 转身走了 这让刘四郎松了一口气 娘 你要去哪 当然是据赚钱啊 难不成等你来养我 九娘已经放弃大青山了 她此次是前往镇上看 有没有什么伤机 没想到 刚来到镇上便遇到一个碰瓷的 小可爱 你走路不带眼睛的 居然敢撞我 还把我腿给撞断了 赔钱 你给我赔钱 说吧 你一条腿值多少钱 正常女人这时不应该固执反驳吗 为什么这个女人的反应这么新奇 还问起自己要多少钱来 那你赔我十两银子这个事情就算了 十两银子够寻伤人家 花上三四年了 九娘想都没想答应了下来 快 快拿钱给我 急什么 等我把你的腿给砍下来的时候 我自然会给你 十两银子买一条腿 值 说完 九娘便掏出了一根胡萝卜巢的马六走了过去 你 你想干嘛 你刚才不是说要十两银子吗 那我把你腿砍下来 我才能给你钱啊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老子我告诉你 今天这钱你不给也得给 不然你走不出这里 怎么 碰瓷不成 现在想强强了 你还真说对了 虽然我肥头大耳 但我不粗鲁 话落 人群中挤出了几个长相猥琐的男人 把林九娘给围在了其中 拉呀 你们谁敢伸出手来呢 我就把她的手砍了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人群中走出一个人 马六 又是你在这闹事 你信不信 我把你们都给抓了 让你们吃几天牢饭 赵大人 你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冤枉我 明明就是这女人先撞伤了我 不愿意赔偿 还想砍掉我的腿 我这些兄弟是来为我主持公道的 你可得擦亮眼睛啊 赵大人很清楚 马六是什么人 他说的话 反过来就能信 正想开口训斥时 旁边的女人率先开口了 没想到天底下还有这等恶妇 正常的女人岂会在大街上和男人拉拉扯扯 甚至还动起刀来 这不是在丢女人的脸吗 对 这位小姐说的没错 她就是一恶妇 汉妇 赵大人 你听到没有 这位小姐可都说了 是这女人的错 你还不赶紧为我们主持公道 小姐 乡下村妇不懂这些 很正常 还有你可别被马六蒙蔽了 她可不是什么好人 这位娘子会这么做 怕是另有她故 不管什么原因 跟几个男人在街上拉拉扯扯 就是有为父的 丢女人的脸 你们都说对了 我就是恶妇 汉妇 那又如何 你叫马六是吧 刚刚你说我撞断了你的腿 让我赔十两银子对吧 我也答应了 不过现在我看你腿没断啊 那我为何要赔你十两银子 九娘简单粗暴的话 赌得马六说不出话来 只能干瞪眼 请问赵大人 没事的话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走了 这是我为你作证 这女人绝非突然出现 而是很明显带有恶意 奇怪了 翻遍了原主的记忆 都没找到跟这女人有关的任何信息 不管了 回家先 污妮 你真没事了 太好了 赶紧跟我回去 大家都在家等着你呢 哇 我不回去 我要跟着你 大哥 污妮不想回去 你就让她留在这吧 刘四郎 你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管我们家的事情 说完大郎就走向污妮身边 抓住她的手 大哥 我不跟你走 我不走 污妮 你跟大哥闹什么 大哥能害你不成 在这里没吃没喝 你也不怕被饿死 不 我不走 四哥 救我 我不要走 我要跟着你 大哥 你放开污妮 她才刚刚好了点 你不能这样子对她 快借我松手 刘四郎 你给我记住了 你已经不是刘家人 没资格管 说完 大郎不在墨迹 直接扛起人就走 丝毫不管刘污妮挣扎拍打 娘 你说大郎能把污妮带回来吗 一定可以的 我和她说了人带回来就给她十文钱 我相信大郎扛也会把人给扛回来 也是 不过这污妮也是命大 那天晚上送她过去的时候 都已经发起了高烧 那温度都能烫熟鸡蛋 我和清禾当时都以为她是不行了 但没想到她竟撑过来了 撑过来了好事啊 多赚一份钱 那边的事你都联系好了吧 可别出了差错 娘 我办事 你放心 没想到这两丫头这么值钱 不过 咱们先说好了 钱到手之后 你得给我一半的钱 不然我可不干 你个摔婆娘 我能少得了你的吗 况且我的孩步都是给了你两个儿子 这时 大郎扛着舞妮回来了 哎呦 我的好孙女 好舞妮 你伤都好了吗 还有大郎你要死啊 这样扛着自己妹妹 也不怕她难受 赶紧把舞妮给我放下来 看到刘大郎动作粗鲁 刘老太忍不住尖叫让大郎动作轻 如同对待西式珍宝一般 因为她心里想着弄坏了 可就不值钱了 奶奶 你也看到了 我是扛着人回来的 你还得再给我十文钱的辛苦钱 一共二十文 早已经准备好了 在我房间桌上 自己去拿 大郎 我劝你一句 这么贪心 迟早会害了你 娘 舞妮被大哥带走了 你是想让我去把人带回来吗 刘四郎 他要是愿意回来的话 多的是办法 或者说闹出动静来 但这些群没有 代表了什么 这个我也不懂 但我就是不想看着妹妹在那边受苦 有空担心别人 不如担心下你自己 别狗拿耗子那么多事 刘五妮的离开 九娘一点都不在意 因为她整天忙着赚钱 没空管别的闲事 就在这时 村长带着一群村民走了过来 村长 你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家 是有事吗 林九娘 我觉得你不适合在村里住了 不如你搬走吧 对对对 村长一开口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让林九娘搬走 安乐村不欢迎她在这里住 想要我走可以啊 给钱啊 给了钱 我立马就走 真当我很稀罕这里吗 林九娘 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村长 你在说笑吗 你们要我离开我家 难道不应该补偿我吗 不然 我为什么要走 对了 这房子当初建时 花了十五两银子 我离开这里的话 还得重新找地方建房子 各种花销算下来 要不少钱 这样吧 打个折扣 你们赔我六十两银子就行了 你疯了吗 敢开口就要六十两 你这是在敲诈 我敲诈谁了 这地是我买的 房子也是我建的 你们要我离开 不就是要买我的家产吗 你要买我要卖 架子然是随我开 有什么不对吗 你 你虎脚蛮缠 我和你有理说不清 顾长安 你这心 可真不是一般的黑呀 一上来就要我离开这里 好大的威风 还不想赔偿我 怎么 想霸占我的财产不成 顾长安气红了脸 但见多世面的他 自然没那么容易被震住 深呼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林九娘 你已经造成了安乐村的恐慌 等一下 我怎么造成安乐村的恐慌了 难道就因为我吃猪脑的原因吗 你知道就好 大家现在都怕你 你看看 谁像你天天吃猪脑的 村长别跟他废话了 快把他赶走吧 我可不想被他挖的脑子吃 我就好奇了 我吃个天麻炖猪脑 怎么就招惹你们了 看样子 安乐村的猪还真不少啊 你确定那是猪脑吗 我可听说是其他脑子 村长 我也不想和你解释太多 我厨房还有一碗 你可以拿去鉴别或者叫人长 我真想不明白你的职位是怎么当来的 难不成当年是用脚烤来的 还有你要是再继续相信李大嘴狐 别乱造的话 小心晚年不保啊 顾长安听到后脸黑了下去 眼神瞪向李大嘴等人 随后便灰溜溜的离去 而另一边 三妮正想带着五妮逃离 因为她观察到刘老太想卖了他们姐妹俩 五妮 咱们快走吧 嗯 三姐 这么着急我们去哪啊 别那么多废话 不想被奶奶卖掉的话 就跟我走 听到没有 姐 你胡说什么 奶奶怎么可能会卖掉我们 绝对不可能 你给我小声点 我是你姐 难不成我还会害你不成 现在你只需要听我的就行 明白没有 就在这时 刘老太和李秀娟发现了他俩鬼鬼祟祟 你们俩在干什么 五妮 快跑 我拦住他们 你去找娘救你 知道没有 三姐 我害怕 我们一起跑 来不及了 你先跑 快去找娘 我拦着他们 很快 刘三妮轻而易举的被抓了起来 不过幸好的是五妮跑了出去 好你个刘三妮 敬酒不喝喝罚酒 我好好带你你不要偏要跟我对着干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们桑尽天良 竟想要卖掉我和五妮 你们会遭报应的 三妮 奶奶我都是为了你好 这是让你去享福 你倒是好的 不分青红皂白在这跟我闹 跟我撒泼 呵呵 骗谁呢 我看你们是想把我们姐妹俩换银子罢了 对 傻丫头 既然你知道了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就是想你们换银子 怎么了 怎么了 哼 五妮现在跑出去找我娘了 用不了多久 我娘就会来救我的 到时候 看她怎么收拾你们 然而就在这时 刘大郎躺着哭哭啼啼的刘五妮回来了 奶奶 我刚才看到五妮又朝那顿夫家跑去 现在我又把人给抓回来了 你是不是再给我十文钱 大哥 你救救我们啊 奶奶要卖了我和三妮姐 五妮 你别听三妮胡说八道 奶奶怎么会舍得卖掉你 别闹了 你很快就能吃香喝辣了 你要记得感谢你奶奶我 知道吗 对哦 五妮 奶奶怎么会害你 不要学你三姐 天天跟家中长辈对着干 她被打是活该 谁叫她不听话 不 大哥 奶奶她是真的要卖掉我吗 你帮帮我 我不要被卖掉 五妮 奶奶我不会害你 我给你找了一户好人家 反正女孩子迟早是要嫁人 你到大户人家里当铜养席 不好过你将来嫁个泥腿子吗 刘大郎听后愣住 没想到奶奶真的要卖了她的两个妹妹 奶奶 你真要把他们俩卖去给人家做铜养席呀 对家里就纳点地 并且还这么多人吃饭 够谁吃 而且你儿子就快要出生了 都需要钱 我让他们去大户人家做铜养席 不好吗 吃好穿好 根本就是在享福 而且他们过好了 还能帮扶下家里 何乐而不为 可他们是我的妹妹啊 我 我什么我 妹妹能当饭吃啊 不过就两个小可爱 卖了还能改善下家里的生活 你要是觉得不好 等收了钱 我给你一两银子 可以了吧 奶奶说的也没错 他们两个迟早是要嫁人 现在不过是提前换取好处而已 好像也没毛病 不过就一两银子 有些少了 那这样吧 给我五两银子这事我就不管了 大哥 你真的要帮着奶奶他们卖掉我和三姐吗 悟尼啊 奶奶也是让你去享福 你应该高兴才是 大郎 五两太多了 最多给四两 好 不拿白不拿 而这一幕 恰好被屋内的大郎二郎媳妇看见了 大嫂 他们这是要卖掉两个小姑子 这个事情 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要我现在去地里找二郎 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这刘家人真喊毒 又不是穷的接不开锅了 竟然卖孙女 那我们以后 万一生的是闺女的话 会不会也被卖了 大嫂 我害怕 他们以后会不会也这么对我吗 我 我一点都不想跟他们一起生活 不会的 别吓自己 这种事不能开立 开了之后 以后就会变成理所当然 咱们现在不能看着两个小姑子被卖 真被卖了 他们这辈子就毁了 你去找二郎 我去找娘 好 能不能阻止这个事情的发生 就看他们两人的命了 能做的咱们已以尽尽力 轴里两人分别给对方打了个气 便分头行动 但两人都扑了空 没找到人 而刘青和此事刚好带着两个男人来到家 娘 后门车里面坐的就是买家赵掌柜 赵掌柜 你好 我是刘老太太 你们少在这里跟我攀关系 人在哪 人在院子里呢 请跟我往里面走 签下卖身器 这剩下的钱就是你们的了 以后他们两个就与你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赵掌柜 你把我妹妹买回去做铜养席 那我们以后能去看她吗 呵呵 谁跟你说我买的是铜养席 嗯 此刻刘老太和大郎的目光都落在了李秀娟身上 毕竟这生意是她拉来的 李秀娟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去给人做铜养席吗 你到底是把三尼他们卖去哪 铜养席能值这么多钱吗 反正他们去了就能吃香喝辣 彻底摆脱面朝 黄土被朝天的生活 不好骂 杨 你也不要问这么多了 赶紧化压 把这事做成了 到时候家里多了这笔钱 也能过段时间的好日子 对不对 你这个泼妇 你说的话 我现在一点都不相信 赵掌柜 你究竟是做什么的 买我两个妹妹又干什么 我是长乐房的掌柜 你说我买他们还能是做什么 刘大郎和刘老太听到后瞬间弄 他们在混也没想把这两姐妹 卖到那种肮脏的地方去 李秀娟 你想害我被人戳几两股是不是 你等着 一会看我怎么收拾你 还有你 你赶紧走 我不卖了 不卖了 可以啊 但是你们收了我的定钱 不愿意卖了 我不强求 但按照契约 你们不但需要退还我二十两定金 还要赔偿我一倍的定金 总共四十两 钱拿来 我立即走 这话一出 刘老太火冒三丈 更是一巴掌甩到李秀娟的脸上 好你个小可爱 嘴里的话没一句是真的 居然骗我卖了二十两而已 李秀娟 我要答扁你 说完 刘老太又对着李秀娟疯狂输出 不管他怎么哀求 都是铁了心要教训他 停停停 别给我演戏了 这种场合我见多了 不就是想辣个好点的名声吗 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不赔钱 要不把人给他带走 不然我就送他们去见官 梁 你就卖掉他们吧 二十两银子 咱们哪有钱赔啊 再说了 长乐房是个好地方啊 每天可以穿得漂漂朗朗 而且吃得也好 又不用干活 你就同意了吧 滚 你怎么自己不去长乐房 我问过了 他们不要我这种 奶奶 坚决不能同意啊 否则以后让村里的人怎么看我们 杨 我把定金拿出来给你们 我一分钱都不要 行了吧 还有如果这是闹到光辅那 会影响刘军和刘武的将来 可以忍心吗 刘老太听到会影响另外两个孙子的将来 眼神变得凝重起来 李秀娟也察觉到了这一幕 更加卖力演出 杨 二十两可不少 谁家闺女能卖这么贵 就他们那长相 才值这个价 要是错过了 可就没机会了 还有要是我们不卖 那就得赔偿二十两 你想想我们家现在拿得出来嘛 再说了 刘三逆他也不真心跟你过 奶奶 不可以同意 你别犹豫了 犹豫就会败北 快赶他们走 大郎 我们同意卖了吧 除了之前说好的四两银子外 我再给你盖个小银子怎样 刘大郎听说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内心很心动 果然 伯孙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 直接把人交了出去 而这时二郎也回到了家里 大官 你是不是帮着奶奶他们卖了三一和五一 二郎啊 卖掉他们 家里就少了两个人吃饭 大家都能吃饱肚子 也挺好的 而且他们也能过上好日子 对不对 看到刘二郎的脸色变得更差 大郎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幕 心不甘情不愿地说道 三两 我给你三两 可以了吧 刘大郎 你这个王八蛋 你还是不是人 为了钱 竟卖了自己的妹妹 还没半点羞愧之心 我要KO你 我那个豆 眼前这个坐在胖男人身上的女人真是狠心 自己的女儿都被人绑来卖了 还有闲工夫和人家在这里耍流氓 你这小可爱 快给我下来 上次做了我不说 还抢了大爷我的银子 守了这么多天 终于逮到你 我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还真咽不下这口气 看来 你还是学不乖 老男不发威 你当我是哈喽PT吗 紧接着九娘又对着马六一顿输出 看我左边给你画个龙 再给你右边画彩虹 疯婆娘 你给我等着 等我大哥回来 看我怎么找你算账 马六说完便一溜烟 而这时大儿西急冲冲地跑了过来 娘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呸呸呸 我托你们这些不孝子的福 老男我好得很啊 娘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好了 是家里出事了 奶奶和婶姿 以二十辆的价钱 把五妮和三妮卖掉了 零九娘听后一副无关紧要的样 反倒是刘四郎激动得不行 什么 他们要卖掉三姐和五妮 是的 奶奶和二婶 他们已经把两个小姑子绑上马车了 快点回去就他们啊 要是被卖了 这辈子就彻底毁了 就这事啊 他们这辈子毁不毁 关我什么事 不是我说你 都要当娘的人了 还毛毛躁躁的 挺着个大肚子跑那么快 赶着去投胎吗 木娟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零九娘 娘 你 你刚才说什么 我是不是听错了 没听清楚是吗 那老娘我再重复一次给你听 我说 他们被卖 他们的人生被毁 关我什么事 跟我半文钱的关系都没有 这次听清楚了吗 娘 那是三姐和五妮 他们是你的女儿啊 怎么会与你无关呢 你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个样子 那我该是怎样子 在你们商量好把我送去祭祀摇 毫不犹豫跟那老东西离开这个家开始 你们就已经不是我的儿女 怎么 过得不好就想起捞我这个做娘的 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所以 我也很认真地告诉你们 这个事情老娘我不会管 木娟听后眼泪一直在打转 浑身抖得厉害 看来婆婆这次是真的不管小姑子了 也怪我们当初做的事太绝了 伤透了她的心 刘四郎听到九娘说出这番话后 也不管什么了 冲着九娘吼着说 娘 就算是这样 但她们始终是你生的闺女 我们做的不对 你可以管我们 打我们 骂我们 但你不能不要我们 三妮和五妮 她们是我的姐姐和妹妹 你不管 我管 说完 刘四郎便朝着安乐村跑去 这小兔崽子没大没小 竟敢这样大声和老娘说话 是谁给你的勇气 是忘了你吃谁的 住谁的嘛 还有就允许你们不要老娘 就不允许我不要你们嘛 待在原地的木娟 被九娘的气场吓得直弯腰道歉 娘 对不起 我为我们之前的做法 向您道歉 我们没有好好照顾您 都是因为家里穷 由于你之前生病 家里的积蓄都用来治疗了 还欠下不少债务 大夫当时还说不行了 所以在奶奶的怂恿下 大家才动了这个心思 要是知道你的病会好 给我们一万个胆子 也不敢这么做啊 那你这么说 还是我的错了 错在我没为你们 挣下淹石的家底了 又或者是怪我没死透了 没 没有 我没这个意思 娘 难道你觉得自己就没一点错吗 要不是你一直宠着他们 什么苦都舍不得让他们吃 他们至于这般忘恩负义吗 木娟这次是豁出去了 这些话 她早就想说了 完了完了 本来想着 让婆婆原谅他们的 现在好像适得其反了 怎么办 唉 管不了这么多了 就小姑子要紧 娘 我 我说这么多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说完之后 木娟便转身离去 而九娘这边 彻底黑了脸 握了一个豆 老娘 我今天竟然 七二连三被教训了 你们以为数落了我一番 我就会心动啊 我告诉你们 老娘 我是穿越过来的 你们这些个白眼狼 才不是我教出来的 关我屁事 尽管去 反正又不是我卖的他们 这是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谁爱管谁管去 说完 零九娘朝自己家方向走去 与此同时 刘四郎也到了二叔刘清禾家 此时只见他大哥和二哥在院子里倒架 刘老太却在一旁骂骂咧咧 奶奶 你是不是把三姐和五妮给卖了 我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这个白眼狼来管 我把他们给卖掉了 又如何 关你刘四郎什么事 快滚出我家 四郎 是的 三妮和五妮已经被大哥联合奶奶二婶他们卖掉了 而且还是被卖去了那种下三滥的地方 刘四郎愤怒 难以置信地看向刘大郎 刘大郎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还是不是人 刘四郎 这事情轮不到你管 给我滚一边去 还有刘二郎 少在这里跟我装兄妹情深 我算是瞧出来了 你就是极度 极度卖的千奶奶给我盖新房 而你没有 你胡说 我才没你那么无耻 卖掉自己妹妹来建房子 这样的房子给我住我也不要 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你就是极度 下一刻 谁都没想到刘四郎竟在此时冲了出来 对着刘大郎的脸就是恶狠狠的一决 直接把他揍倒在地 刘大郎 你不是人 他们可是你的亲妹妹啊 娘在最艰难的时候都没想过卖我们 你又有什么资格 就在这时 刀子嘴豆腐心的九娘走过来 我听说有人越过我 代替我卖了我生的那两块肉 嗯 嗯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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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